用出水面六目 我们现在细上纸线 所以纸线呢 纸线合过 好 那个我们0.6的主线 用的纸线是多大呢 请你们 咱们考虑一下 咱们考虑一下 0.6的主线 用的纸线会是多大 我们 就会用到 0.3的 4号秀 甚至是3.5号秀 0.3 那我们 我们今天就 挂0.3的 4号秀上去 因为这里面的雨很大 0.3的4号秀 挂一幅 0.3的4号秀上去 再刨下去 看看那个 飘 到几目的位置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 两雷钩 它的实际量是多少 好 我们现在 把这个 哦 挂上去 好 现在抛入水中 看看 两枚 加上两枚钩之后 这个要飘 这粒子水面多少 你们注意看啊 现在浮飘一直降 刚刚我们是6目 对不对 我们刚刚是6目 好 现在挂上两枚之后 现在几目 我们现在只剩一目了 这样只剩一目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两枚钩子 两枚 4号秀 它的4000量是5目 分别每一枚钩 4000量是2.5目左右 这样我们心里就大概有个谱 知道这个钩 4000量是多少 是吧 那个 我们现在继续剪钱 把飘 剪到5目的位置 现在是一目半 我们现在得剪掉 4目的事情 好 好 好 等了 那 不要是几目 你们可以仔细看一下 现在是不是一二三四五目 对不对 现在主要露出水面5 是吧 露出水面5目 这个 这个 我们这一副瓢就调好了 这一副瓢就真的就调好了 对不对 现在 再半水了 那么 我们整个调调过程就是这样子 现在 接下来我们找底 假设 我们 大概知道这个水深是什么 是这么深 对不对 我们 把瓢 往那边拉 大概找了个底 就是这么深 对不对 那么我们 要精确着找底 就要搓耳料下去 搓耳料 双钩 搓耳料 双钩搓耳料 放下去 双钩搓耳料 戴下去 到底 看看水平 浮飘 不会没入水中 你看 现在浮飘往上面一直走 一直走 赶快没入水中 这是说明什么东西 说明我们的底还没找到 飘 还没还没到底 天皮还没到底 还是做什么到底 那我们继续往上面 飘 往上面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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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又搓耳下去 我们 我严重 推荐你们 搓耳料 为什么 推荐你们 搓耳料 因为 搓耳料 对 在 你 边 找 底的同时 就像是边 把握 你去 再 拋下去 就拍点了 好 你看 现在浮飘到底之后显示几目 显示一二三 显示七目了 说明什么问题 我们调了五目 现在浮飘是七目 一枚勾是两目半 那是什么 已经过敌了 我们把它挑往头推 往回推 推大概五目的位置 推到五目 往回推五目 我们再双勾抽耳下去 这个在抽耳的过程中 抽耳的过程中 相当于 照理个人 相当于是在 打握着 我们再继续讲讲 不许多 用 我们能看 接着这个 你再抽 我们看 先试试看 现在录像录像视频的节目 一二三 六步对不对 视频我们还过底了 我们点我们底还会过来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继续往后推翻 再推个山目 再推个山目 我们再抽两个下去 再抽一张拿 你们再抽一张的时候 抽一张底的时候 都相当于是要打握着 等你底找好 你都握着好 这边来 这个录像是一个录像 录如水面 只有一二三步 还有孔 这就是一二三步 这目是重鱼了 看着它 就到底不重鱼 这个干啥了 我就解散了四号右就走 我们这个时候 因为我是汇养 要搓 所以说我来挑啊 调这个目数就OK 然后我把飘 因为我是双锅车的 露出鼓潮 露出三木 调五木 调三木 是非常经常的调木 但是鉴于这个汤 这个汤特殊的调法 我们一般有没有了 再调五木 调两木 所以说我把飘往回 再打一木 来 两回 再打一木 四两回 好 我们再 错了 它就这样了 所以说我两个汤特殊的好 嗯 这个在猫特殊的肤里 说我有个人 说我自己就搅好 他就像那样 组跳到一般 请他两个半来 你不需要听一个小山 这就是我一般的 你不需要听一个小山的羊吗